由于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他是到年度中了汇算清缴 他在取得所得时要先做预扣预缴 所以第二个指点 我们介绍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预扣预缴 从四个税目来讲 来加以介绍 有工资薪金劳务保酬 退权使用费所得的预扣预缴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缴 他应该按什么 按累计预扣法做预扣预缴 注意什么方法 累计预扣法做预扣预缴 那么第一个 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他是用累计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他是累计的 比如说我扣8月份的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把一年一至8月份 所有的收入和扣除都要累计在一起 来计算呢 他的预扣预缴的应纳所得额 这叫做 累计预扣预缴的应纳所得额 等于累计收入 减累计免税收入 减累计减除费用 那么一年6万一个月是允许减5000的 是在预扣预缴时 一个月允许减5000 下面减累计专项扣除 也就是咱们的个人交的三显一金 那么减累计专项附加扣除 也就是你的7个专项附加扣除中 有6个可以在预扣预缴时扣 有一个大饼医疗支出 那么只能在汇算清缴时扣 在减累计依法确定下扣除 那么是按累计来计算 那么对于呢 累计减除费用 咱们呢怎么确定 在一般情况下 是按照呢 这个一个月5000 这是累计减除费用 按一个月5000乘以纳顺当年至本月 接着本月 比如你扣三月份的呢 那就一至三月 在本单位 一定要注意 是在本单位的任职受购月份数计算 比如说你现在呢 是这个前边六个月 在A公司 你7月份到了B公司 那好 你在7月份扣他B公司呢 这个个人所得去时候 那这里边他的费用减除 只能按一个月算 因为呢 他是以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的任职受购月份数 来计算的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累计减除费用 第二个是从2020年的7月1号开始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那么什么叫做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指的是 那么从纳税年度首月起到新入职的时候 他没有取得过工资薪金 或者没有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过联系劳报酬所得个税的居民个人 那么没取得工资薪金大家好理解 那么为什么叫做 这个没有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过 连续性劳报酬个税的居民个人 下边对于呢 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劳劳报酬个税 我们做一个简单说明 我们下边就会讲劳报酬的呢 个税的预扣预缴 一般来讲 他是按次预扣预缴的 按次预扣预缴不会累积 也就是说 你这一次就算这一次的呢 这个情况 来预扣预缴割税 不会考虑呢 这个前后不用考虑累积 这一个 但是呢 下边的这个几类情况 他的劳报酬 是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割税 什么情况 第一 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 因实习取得呢 劳报酬所得 比如说 这个学生 那么 他呢跟着导师做项目 导师一个月 给他两千块钱 给他两千块钱 就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两千块钱 劳报酬 他怎么预扣预缴割税 是两千减八百 我们后边会讲到 乘百分之二十 那么一个月 要预扣预缴 二百四的呢 割税 二百四的割税 一年你要扣掉 二百四 乘以十二个月 那么要扣掉呢 两千八百发的割税 那这是呢 咱们他要扣掉的割税 那下边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学生 除了跟他导师做点项目 有点收入 没有其他任何收入 到年度中了 汇算清缴的时候 什么结果 那么他的呢 收入额 那就是两千 乘以十二个月 这两万四 乘百分之八十 乘以百分之八十 那么这才两万多 你减去 基本费用扣除 六万 那就不够减的 换句话来讲 全年汇算清缴时 你一分钱的 个人所退不用交 你前面 预扣一缴 那份割税 就交多了 怎么办 就是呢 税务机关就得退给大学 那后来国家呢 觉得哎呀 这样折腾太麻烦了 怎么办 干脆呢 对于正在接受 学历教育的全职学生 那么因为实习 取得的劳务报酬 那么怎么办 按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割税 也就是说 你两千块钱的劳务报酬 在预扣预缴割税的时候 我允许你一个月 减基本费口出 减五千 减完五千之后 你不用预扣一缴割税 到年底了 你也不用 在办理退出手续 所以第一个 是正在接受 全职学历教育的学生 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 他没有用按次预扣法 而是按 咱们的呢 累计预扣法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取得的佣金 那么他本身是劳报酬 但是呢 这个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常年累育的 在这一家呢 这个公司工作 那么咱们也就别用了 按次预扣法了 而也用累计预扣法 那这是呢 这个按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剿 劳报酬所得 个税的呢 这个情形 有这么三类人 第一 全日学历教育的学生 因实习取得的劳报酬 第二 保险营销员 取得的佣金 第三 证券经纪人 取得的佣金 那么这叫做呢 咱们的 就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剿过 联系劳报酬 做的个税的个人 那这是一个 下边 咱们刚刚说过 首次取得 首次取得工资 薪金的居民个人 那么指的是 那去年度首月起 到新入职的时候 没取得过 工资 薪金所得 或者没有按照 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剿过 连续性劳报酬 所得的呢 这个个人 这叫做 这个 首次取得工资 薪金 那么首次取得 工资薪的居民个人 扣奖 有人 在预扣预缴割税时 可以按照呢 5000元一个月 成语纳神 当年截至 本月月份数 来计算 累计减处费用 那么为什么 有这么一个规定 比如说 某个学生 某个这个博士生 一毕业 7月份一毕业 拿到了8000块钱的工资 他只有一个 5000的 基本费用扣除 没有别的扣除 那如果你 你让他用8000减5000 当月就会产生所得 就要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 他一年呢 拿到了多少 一年8000 干了6个月 那么拿了48000 48000到年底 汇算清缴的时候 他当年一分钱的 个税不用交 不用交 但是他已经 预扣预缴过了 又得怎么办 到年底 汇算清缴时 又得办退税 所以呢 国家说 哎呀 你前边6个月 都没有拿到过 工资薪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让你 在减除费用的时候 你别按照 5000元 一个月 乘与纳神 当年截至 本月月份数 那么 当年截至呢 在本单位的 本月月份数 来计算 减除费用了 而按照什么 而按照 当年截至 本月月份数 计算 来减除费用 他前面的不同 在什么地方 他前面的不同 是前边 按前面的规定 你只减 一个5000 而按这个规定 由于他这一年 前边6个月 没有取得过 什么工资 薪金所得 没有按照 累计预扣法 取得过 预扣预缴 割税的呢 这种联系劳报酬 所得 所以他这时候 允许减的费用 就是 8000减 5000 乘以7个月 他7月份拿工资 咱们就乘以7个月 是按照 当年截至 本月月份数 计算 累计减除费用 而不是按照当年截至的呢 本月的呢 这个在本单位的月份数 来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注意这两个区别 那么之所以有这么规定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挺乱的呀 那之所以有上述规定 原因在哪 原因在于 避免预扣预缴时 多预扣预缴 而到年度中了 再做呢 退税 这是呢 咱们的一个原因 你看我减了5000乘7个月的话 那么我这就是多少 35000 8000减35000 我这个月不用预扣预缴 我下个月 8000乘2 那么16000的收入 减去5000乘8个月了 8分的工资嘛 那么我还不用预扣预缴 到年度中了 还不用预扣预缴 这是呢 咱们的特殊规定 只对在一个那时年度内 首次取得工资 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才是按照5000一个月 乘与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 计算累计减复费用 而其他纳巡 则是以5000一个月 乘与纳巡 那么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 在本单位的这个月份 你看 他是前边那个项目 他有一个什么 本单位 你看 是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的任职 收购月份数计算 而后边他去掉了本单位 这几个关键词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第二个 那么下边第三个 你看 他的规定之所以很多 是因为都是打补丁打出来的 为什么打补丁 就是相当于前面 预后预角多了 到年底会算清 一小值 还要退税 很麻烦 所以我就后边打了一堆 补丁 那你看 这也是一个补丁 自2021年1月1号起 对上一个完整的 纳巡年度内 每月均在同一单位 预扣预角过 工资薪金所得个税 那么在什么单位 同一个单位 预扣预角过 工资薪金所得个税 且全年工资薪金的收入 小于等于6万的居民个人 扣角义务人 在预扣预角本年度 工资薪金所得个税的时候 累计减除费用 从1月份开始 直接按全年6万计算扣除 那么这个规定又如何来的 这个规定是这么来的 比如说 某人一个月的收入就是4000 一月收入4000 一年就是48000 一年就是48000 他这单位 每年都给员工一点全年奖 比如说 这个人一年的全年奖 是1万块钱 也就是说 他一年的收入 加在一起 实际上是多少 5万8 把全年奖都加在一起来 5万8 但是呢 这个单位 他是每年12月份 记题全年奖 每年1月份发全年奖 你看 他1月份发全年奖 1月份一发全年奖 1月份的收入 是4000块钱的工资 那么1万块钱的全年奖 然后什么结果 4000块钱的工资 不用交个税 那么1万块钱的全年奖 你选择单独计算 单独计算个税 他扣个税 你要选择 把他定入综合所得 他综合所得 1万4 那么1月份 只能减5000的 费用扣除 那么他的所得 他的应该所得额就是9000 咱们不考虑 其他的扣除了 那么就是9000 然后什么结果 然后他要预扣预缴个税 等到年度终了了 他又要退个税 你折腾他干什么呀 所以国家说了 你这上一个完整纳税年度 每个月都在同一个单位 那么 预扣预缴 工资性的隔税 而且你全年的工资性 没超过6万的话 那实际上 你一年都不用交隔税 所以你从 第一个月 预扣预缴个税时 你就把全年的6万费用扣除 你全扣掉 你就不会涉及到 多预扣预缴个税了 这是一个特殊规定 所以你看 有几个特殊规定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 他的 应纳税所得额 第二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他的预扣率呢 他和综合所得税率表是一样的 累计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6,000的 预扣率3% 那么 那么算扣数0 超过36,000到14,000的 预扣率10% 算扣数25,20 那么 超过14,000到30,000的 预扣率20% 那么算扣数16,900 那么超过30,000到42,000的 预扣率25% 算扣数31,900 那么剩下的30% 那么52,900 那么35 那么85,900 45% 18,19,200 那么这是呢 咱们的预扣率表 其实呢 这个预扣率表 和咱们的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它等于 累计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乘于它所对应的预扣率 减去相对应的算扣数数 那么这是 你从年初到现在 你累计应该预扣预缴多少个税 减去累计减免税额 减累计与预扣预缴的税额 然后呢 咱们计算你本期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这是呢 本期预扣预缴税额 下边我们呢 以案例分析1到7 作为一个整体 来介绍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综合领域 李立2022年1月6号 每月工资 薪金收入 是这个 四万 一到六月份 一个月四万 来说 老师你凭什么 动这么多 你这不是让我们 觉得自己收入很低吗 没办法 我为了说明 这个预扣率的变动 那么预扣率和 咱们呢 这个预扣税额的关系 必须找一个收入高点的人 否则呢 看不到变化趋势 那么这是一至六月份 每月工资收入是四万 七到十二月份 每月工资收入四万五 这是比如说 六月底 他可能被提值了 七月份就四万五了 每月扣除合计 一万零九百 这是给你了 我一万零九百的扣除 请问 李立所在单位 每月应该预扣预缴 李立多少割税 那么预扣预缴的割税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预扣预缴割税 你看一月份 当月的收入是四万 他的扣除是一万零九百 所以一月份的累计 应大所得额 是四万减一万零九百 是两万九千一 两万九千一 没有超过三万六 他对预扣率是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的话 那么咱们 速算扣除数零 当月累计预扣税额 八百七十三 这是一月份 所以这个数字 也是你一月份 应该预扣的税额 你知道想当年 2019年 个税改革的第一个月 出现了什么吗 有领导说 哎呀 你看 个税改革真好啊 我拿了四万块钱 原来一个月都得交 万把千块的割税 那么最少的几千块钱割税 而一改 我才交了八百多个割税 非常开心 第二个月就不干了 就来造财物 哎你是不是算错了 我这个月和上个月 那么拿的一样 怎么扣多了 那咱看一看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什么样子 第二个月当月收入 四万 后组 一万零九百 那么累计 应纳士所得额 是 八万 一月二月的八万 减去两万一千八 那么累计收入 减累计扣除 所以他累计那数额 五万八千二 五万八千二 超过三万六 不到十四万四 所以他对应的预扣率 百分之十 速算扣除数 那么两千五百二 所以累计预扣税额 五万八千二 乘百分之十 减两千五百二 那么是三千三 三千三 一月二月加在一起 应该扣三千三 那么一月份扣了八百七十三 所以呢 二月份扣三千三 减八百七十三 两千四百二十七 那么什么结果 一月二月收入一样 但是二月扣的税 就比一月高多了 那么领导就很生气啊 凭什么 你是不是财务算错了呀 我跟财务开玩笑 我说你告诉领导 你打几下领导 后边会越扣越高 为什么呀 随着你的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 越来越高 它适用的预扣率越来越高 所以你收入越高的增长越快 越到后边 咱们的预扣税额会越高 对吧 那么这一个 我用黄颜色涂出来这一行 我们把它叫蹦极了 为什么蹦极了呀 它跳了一级 它从预扣率是第一级 打成预扣率是第二级了 是百分之十的预扣率 那么下面看 三月四月五月三月 那么四万的收入 那么扣除一万零九百 三个月累计起来 应纳税所得额是呢 两万九千一乘三 八万七千三 它仍旧在十四 在三万六到十四万次之间 预扣率百分之十 扣除数 那么两千五百二 算扣除数 所以呢 前三个月 乃至预扣税额 八万七千三 乘于百分之十 减两千五百二 六千二百一十 那下边 你减去前两个月 已经预扣预缴的 收入税是三千三 所以这个月应该预扣预缴 两千九百一十 大家会说 哎老师凭什么呀 这两个月的预扣率 都是百分之十 但上个月 那么就是扣两千四百二十七 这个月就扣两千九百一十 为什么 原因特简单 从两万九千一到三万六之间 他适用的预扣率 仍然就百分之三 你三万六到五万八千二 这部分 他适用的预扣率才百分之十 所以你在蹦极这个月 有一部分 还是用较低的预扣率呢 那预扣的税额会略低一点 而到了正规的 都到百分之十的时候 那么他的预扣率就百分之十 但你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月什么结果 我的这个月 我应该预扣的税额 等于当月新增的 应大税所得额 当月新增的应大税所得额 是不是两万九千一 我三月份新增的应大税所得额 两万九千一 那么乘于他本期的预扣率 就等于他本期的预扣税额 两千九百一 那你看四月份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么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 以后累计应大税所得额提高 你的预扣税额会越来越高 第二个规律什么 当你的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那么维持不变的区间 咱们的这个预扣税额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当期新增的应大税所得额 乘于他对应的预扣率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到了五月份 他又蹦极了 又蹦极之后 你看他的预扣税额又增加了 下边到了呢 这个六月份 那么紧接着大家呢再来看 那么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他的预扣率仍旧维持在多少 仍旧维持在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时候大家你可以看到 在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什么结果 在维持不变的区间 他的预扣税额等于当月新增的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新增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于相对的预扣率 那么你看六月份预扣五千八百二 七月份预扣六千八百二 八月份九月份都六千八百二 大家说 哎老师你说的不对 你看六月份就预扣的少啊 六月份 大家你看到 他的当月收入是四万 他的当月新增的应纳税的额 是两万九千一 两万九千一 乘于百分之二十 他应该预扣五千八百二 那下边七八九这几个月 他的呢 当月新增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是四万五 减去咱们的呢 这个一万零九百 是三万四千一 三万四千一 那么乘于他对应的预扣率 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第二规律是 那么你在预扣率维持无变的区间 咱们呢 预扣税额 等于当月新增的应纳税的额 乘于呢 咱们的预扣率 这一个 那下边 第十个月 咱们又看到了 他呢 又蹦了一级 他剩的预扣率又调增了 又增加了 那么调增之后 下边 你看十一月十二月 预扣率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他呢 在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一定要注意 那你十月份和九月份 叫预扣率维持不变吗 不叫 那么十一月份和十月份 那才叫预扣率维持不变 在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那么咱们是出现了 你当月新增的 这个应纳税的额 乘于对应的预扣率 是你预扣预缴的呢 个人所得的税额 这是呢 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缴 大家可以把这个表自己做完 做完的话 你记住一个数字 全年咱们对于工资薪金 应该累计预扣预缴的税额 六万两千八百八 到咱们呢 这个年度中了 互算清缴的时候 还要用到这个预扣预缴的 个数税额 这是的一个 那么通过上面的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么哪些结论 第一个 最初预扣税额比较少 为什么呀 因为你把全年的较低的预扣率 都给用完了 以后随着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的 适用的预扣率的提高 咱们预扣税额会逐渐增加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在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一定要注意 那么你预扣率维持不变 你这个月的预扣率和上个月 是一样的 要预扣率维持不变的区间 那么当月新增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与相对的预扣率 是你本月应该预扣的税额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纳税人只在一家单位 有工资金金 我就在这一家工作 没有其他的综合所得 我没有别的收入 那么在扣除信息齐全 年底个月未出现 当月应纳税所得额为负数的情况下 那么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扣除信息 我该预扣预扣的时候 扣的信息都扣了 我没有什么大病医疗支出 这些没有扣的信息 没有扣的呢 这个数字 下边 年底个月没出现 应纳税所得额为负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前几年 比较获得一句话 叫做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那么这个人呢 工作了一年十个月 觉得很辛苦 十月份辞职了 十二月份 去外边世界看一看 那十二月份 他的呢 工资信息是个零了 然后 他呢 这个还有各种扣除的呀 因为 他工资信息虽然是零了 他得有买 买馒头钱呢 有各种扣除 所以他下边 就有可能 十一月 假设他累计的 应纳税所得额 比如说是三十万 那么到了下个月 他有可能 累计的应纳税所得额 变成了二十九万多了 变成二十九万多 那么上个月 预扣预的税额就会 那个怎么着了 就预扣预税多了 下个月 税务局会不会退给你 不会退给你 因为呢 你年底个月出现了 当月应纳税所得额 是复出的情况 那么说明前边 这些月 预扣预税额多了 后边 预扣预税 不会给你办退税 只有在汇算清脚时 给你办退税 所以我经常跟人说 我以后呢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别年底去看 年初去看 你年底去看的话 会出什么问题 年底去看的话 会出现预扣预税额多 那么只要 你年底个月 没出现呢 当月应纳税所得额 是复出的情况 此时 你预扣预税额 因为它是个 累计预扣预税额 和它的应纳税额 应该是相同的 这是呢 咱们工资 薪金所得的 预扣预税 这是 第一个呢 大的问题 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税 下边第二个 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税 我们在这都讲的什么 我们没讲 汇算清缴 我们讲的都是预扣预税 来 那么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税 怎么预扣预税 对于劳务报酬 搞酬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它是按次或按月 预扣预税 那么在预扣预税的时候 它的应纳税所得的确定 大家呢 要注意和我们后边讲的会算清缴的规定是不同的 它的应纳税所得预怎么确定 第一 劳务报酬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 小于等于4000的 允许扣800元的费用 扣800元的费用 那么它的预扣的收入预 一定要注意 不是会算清缴的收入预 而是预扣的收入预 预扣的收入预 也叫做预扣的应纳税所得预 它是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的 允许减800 第一个允许减800 第二个 每次收入大于4000的 允许减20% 也就是咱们呢 比如5000的劳务报酬 那就乘于一减20% 那么是4000 如果考试中告诉你 说某人的劳务报酬一次3000 那你减一个600 那就错了啊 就允许减几乎 减多少减800 每次收入小于等于4000的减800 超过4000的 那么减20% 一定要注意是4000这个坎 4000是个坎的 一个 下边劳报酬所得的预扣率 这个预扣率 它不同于汇算清缴的税率 也不同于咱们的呢 这个 比如像稿酬所得 相当的特权省费所得的预扣率 那么它的预扣率 是个三级超额累金预扣率 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标准 注意 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标准 预扣预缴税所得额不超过2万的 预扣率20% 那么超过2万到5万的部分 预扣率30% 它的速算扣除数2000 超过5万的 预扣率40% 速算扣除数7000 那么这个预扣率表 考试中是不给的 这个预扣率表 考试中是不给的 所以你要把它记住 那么像咱们的7级超额累金税率表 5级超累金税率表 那是给的 但这个劳报者的3级预扣率表 是不给的 大家要记住它 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标准 来确定的预扣率 好 我们来看一看劳报者速得预扣预缴税额的计算 它的税额计算 等于咱们的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预扣率 减速算扣除数 别忘了减咱们的算扣除数 只要你是累进的预扣率 还有累进的税率 都涉及到减速算扣除数的问题 来我们呢 看一看它的特殊规定 其实它的特殊规定 那么你把工资薪金给学明白了 劳报是这块 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 咱来看一看 第一个 从2020年的7月1号开始 对于正在接受全职学历教育的学生 因实习取得劳报仇的 扣掉诱人预扣预缴税课税时 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 并预扣预缴税款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之所以按累计预扣法 什么 因为呢 学生实习 他实际上全是学生实习 他的报仇并不高 他属于什么税劳报仇 劳报仇你4000以下的减800 4000以上的减20% 如果这个学生一个月2000的 那么实习费 那么减800 你如果真的按照 按次预扣的话 这1200 1200乘20% 那么一个月扣240 一年 240乘12个月 这是2800 而到了年底 咱们呢 做汇算清缴 你年度中了 做汇算清缴的时候 他一年的收入 远低于6万 减去一年的费用扣除 6万的话 什么结果 他一分钱的隔水不用交 但你预扣预缴税过了 那咱们就会涉及到 年底要退去 那多麻烦呢 所以咱们才会说 对于全制学历教育的学生 在实习期间 取得了各种劳务报仇 按照累计预扣法 计算 并预扣预税款 这是呢 一个 第二个 是自2021年的 1月1号期 对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 劳务报仇 所得个税的居民个人 那么 在上一个完整纳税年度 每月均在同一单位 预扣预缴 劳务报仇 个税 且累计劳务报仇 那么这个劳务报仇 不扣减任何费用 也不扣减免税收入 那么累计劳报仇 小于等于6万的居民个人 小于等于6万 那么什么结果 他全年没别的收入 他呢 全年一分钱 个税不用交 但如果你按照 按次预扣预缴的话 那你预扣预缴税款了 到年底汇算清缴时 还要退税 所以别那么麻烦了 因此咱们就怎么办 扣掉有人在预扣预缴 本年度 劳报仇 过税时 那么 累计减充费用 从1月份开始 直接按多少 直接按6万来计算减除 那么这里边 按6万计算减除 这只对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税 个税的人员 使用 那么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税 劳报仇所的个税的情形 我们前面说过 哪三类人 还记得吗 第一类人 是呢 咱们的这个 全日教育的学生 在实习期间 获得的劳报仇 第一个 第二个是 保险经纪人 保险的营销员 第三个 是证券经纪人 保险营销员 取得佣金收入 证券经纪人 取得佣金收入 这三类人员 他取得的 叫劳务报仇 一定要注意 他设的税目 叫劳务报仇 不叫工资信金 但是他却按照 累计预扣法 预扣一脚割税 由于呢 他上一年 整个每个月 都在这儿呢 取得劳务报仇 而且 他劳务报仇的收入 没有超过6万 他要退休 太麻烦了 所以咱们才规定 累计减着费用 自1月份起 直接按全年6万减除 那么是不是和前面的 工资信金那个规定 是一曲同工的 这是呢 咱们的劳务报仇 预扣预缴的特殊规定 那对于呢 劳务报仇的预扣预缴 我们来看呢 相当案例 2022年1月 假公司聘请李立 你看咱们是个 这个综合案例 1到8是一个整体 那你看 李立这人特别能带 收入高 而且呢 还四处呢 找各种收入 你看 李立到单位进行 技术指导 支付劳务报仇 3000 请计算 假公司应该 预扣预缴的隔水 那么3000 没有超过呢 这个4000 允许减多少 减800的费用 所以他的 预扣预缴的 应那所的额 或者叫做 预扣预缴的收入额 是多少 是呢 3000减800 是2200 2200 找到预扣率 是在2万以下 那么他适用的呢 预扣率 20% 所以应该 预扣预缴割税 2200 乘20% 是预扣预缴 440的割税 预扣预缴 440的割税之后 咱们到年度中了 应该做 汇算清缴 那么到了年度中了 下一年的 3月1号 到6月30号之间 应该做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这是呢 一个 下边综合案例3 2022年2月 以公司拼经理力 到单位进行技术指导 这次给的高了 支付劳务报酬 3万 请计算 李公司应预扣预缴割税 多钱 应该预扣预缴割税 那么就是 3万是超过了 4000了 那么4000元以上的 允许每次减 20%的费用 所以应该是 2万次 他的 应纳税所得额 叫做预扣预缴剿时的 应纳所得额 或者叫预扣预缴剿的 收入额 应该是 2万次 2万次 那么预扣预缴剿的 应纳税所得额 是在 2万到5万之间 他适用的预扣率 是30% 速算扣除数是2000 那么你看 预扣率30% 速算扣除数2000 因此 他应该预扣预缴剿的税额 是 2万次乘30% 减 咱们的2000的 算扣除数 计算出来 应该预扣预缴剿的税额 是5000 计算出 预扣预缴剿税额是 5200之后 什么结果 那咱们呢 这个 这是 按次预扣预缴剿 年度终了了 到了 2023年的 3月1号 到6月3号之间 咱们应该做 汇算清缴 你比如说 我现在讲课的时间点 这是 3月初 那么 他的 要做 汇算清缴的时间点 就是什么时候 就是呢 在正式处于 汇算清缴的时间点 这是呢 咱们的 这个 第三个呢 按理我们回头把 李立这一年的收入 放在一起 要看他 汇算清缴 是补税还是退税的问题 这是呢 劳务报酬所得的 预扣预缴剿 下边 第三个 特许权 使用费 所得的 预扣预缴 那下一个 特许权 使用费 特许权 使用费 所得 他的呢 这个应纳税 所得的确定 他预扣预缴剿 是应纳税 所得的确定 和劳务报酬 是一样的 4000元以下 你回忆一下 我先不打开 下面的页面 4000元以下 允许减多少 允许减 800元的 费用扣除 4000元以上 允许减 20%的 费用扣除 所以呢 4000元以下的 那么 预扣预缴剿的 收入额 或者叫做 预扣预缴 的应纳税 所得额 是收入减800 4000元以上的 则是收入 乘于一减20% 这是呢 预扣预缴剿的 应纳税 所得额的呢 问题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特许全使用费 所得的 预扣率的 规定 预扣率 它要是用 20%的 比例 预扣率 那么这个预扣率 和 劳务报酬 所得的 这个预扣率 劳务报酬 所得的预扣率 是三级 超额累计 预扣率 它是三级 超额累计的 那么 这是不一样的 下边 汇算轻缴的税率 它是一个呢 七级 超额累计税率 也不一样 它是一个 20%的 底力 预扣率 这是呢 一个内容 下边 咱们应该 预扣预缴的税额 等于 咱们的 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额 乘于 20%的 预扣率 需不需要减什么 数万扣率数 不需要 只有累进税率 或累进预扣率 才会有 咱们的 数万扣率数 那么咱们的呢 这个比例税率 比例预扣率 是没有 数万扣率数的 乘于20% 所以这个 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呢 第四个综合案例 那么 2022年3月 李立获得 特许权 数费所得 1000 那么 计算的支付方 在支付特许权 数费的时候 应该预扣 预缴 多少额税 1000 没有超过4000 允许减 允许减费用 多少 800 所以呢 它预扣 预缴 的应 纳税所得额 是1000 减800 是200 200 它的预扣率 是20% 因此应该 预扣 预缴 的税额 200 乘20% 是预扣 预缴 是40块钱 那么这是呢 咱们的预扣 预缴 税额 这几个数字 你都要记住 因为我们后边 它的领利 要做汇算轻缴的 那这是预扣预缴 到年度中了了 咱们秋后算账 多退少补 所以在2023年的3月1号 到6月30号之间 需要呢 做汇算轻缴 这是呢 咱们的第四个呢 案例 下边第五个 2022年4月 领利获得特许权 省费所得 10万 请计算支付方 在支付呢 特许权省费的时候 应该预扣 预缴多少个税 那么10万 超过4000的 允许减多少 减20%的费用 所以呢 它的预扣预缴的 应纳数所得额 是10万 乘以一减20% 是8万 它的预扣率是多少 预扣率20% 因此 咱们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是8万 乘以20% 是预扣预缴 16000 预扣预缴完16000之后 那么什么结果 预扣预缴完16000之后 那么这是年度终了了 到下一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 大家记住这时间点 是下一年的3月1号到呢 这个6月3号之间 要进行汇算清调 这是呢 我们的第五个案例 这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下边 第四个呢 这个水母 是稿筹所得 稿筹所得在预扣预缴时 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和劳报仇所得 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 最大的一个不同 在于为体现对知识分子 辛苦写书的这么一个照顾 那么他的 应纳税所得预 在预扣预缴的时候 包括他汇算清调的时候 他都要再打个7折 在打8折的基础上 再打7折的 所以他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得预 是每次收入额 没超过4000的 允许减800 减完800之后 看到了吗 他要打7折 这是给他来个折 打个7折 所以收入减800 之后的余额 乘70% 这是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的额 也叫做预扣预缴的收入额 下边每次收入超过4000的 允许减20%的费用 所以咱们是用收入 乘以减20% 别忘了再打个7折 所以超过4000的 是收入成50% 这是预扣预缴的 应纳税所额 4000元以下 和4000元以上不一样 4000元以下减800 4000元以上减20% 那么劳务报酬和特许权属费 那么以及搞酬不一样 搞酬是在原有基础上 还要打个7折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同 下边它的预扣率 和特许权属费所得的预扣率是一样的 它的预扣率是20%的比例预扣率 注意 它和特许权属费的预扣率一样 20% 但是和劳报酬的呢 这个三级超累金预扣率不一样 它和汇算清表的七级超累金税率也不一样 这20%的比例预扣率 所以我们呢 预扣预缴的税额 等于预扣预缴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于20%的比例预扣率 这是呢 咱们的搞酬所得的预扣预缴 我们来看呢 下面题目 2022年5月 李立发表的一篇文章 取得搞酬1000 1000没有超过4000 允许减多少 减800 所以它的预扣预缴的应纳税的额 是这个减800 减800结束没结束 没结束 因为呢 为了体现对搞酬的照顾 咱们呢 还要打个7折 所以预扣预缴的应纳税的额 就是200再乘70% 是140元 那么下边 它的适用的预扣率多少 预扣率20% 所以出版社 在支付搞酬时 应该预扣预缴的税额 是140% 是28元 那这是预扣预缴的税额 那么预扣预缴可能多了 也可能少了 到年度中了 次年的3月1号 到6月3号 咱们再做汇算清缴 那么你看 次年要做汇算清缴的 这是第六个 第七 李立出了呢 一本畅销书 2022年的6月 取得搞酬是10万 那么计算的出版社 在支付搞酬时 应该预扣预缴多少个税 那么10万是超过了4000了 超过4000 允许减20%的费用 减完20% 还要注意什么 搞酬还要再打个7折 所以它预扣预缴的 一纳所得预 是10万 乘以1减20% 再乘70% 别忘了 乘70% 那么一定要特别注意 搞酬要打个7折的 那么它的一纳所得额 是5万6 适用的预扣率 20% 所以应该预扣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 5万6乘20% 是1万1200 这搞酬所得 应预扣预缴税额 1万1200 那下边什么结果 下边的结果是 年度终了了 你对于你上一年的综合所得 要做汇算清缴 多退少物 这也是呢 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们讲了几个税务的预扣预缴了 讲了四个 那四个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稻酬 特许权 使用费 那么这四项所得的预扣预缴的问题 这是预扣预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